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最近看到这样一则爆炸的新闻 说是中国科学家日前完成了一项壮剧 就是让公鼠怀孕 那么看似让男人怀孕 似乎也不再是遥遥无期 那当时先看到了这样一则的消息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不是一则假消息呢 但是由于有很多平台都在转发 然后似乎又言之凿凿 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么直到昨天 有这样一则微博 就是他详细的解释了 如何让公鼠怀孕的过程 他是这样做的 就是第一步呢 先要把这个公鼠给阉割 然后手术去除他的全套的生殖系统 第二步呢 就是很关键的一步 他就是要把公鼠和母鼠背靠被缝合在一起 形成一只连体的鼠 这样呢就等于说是让公鼠和母鼠 就共享了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环境 那么众所周知那么任何胚胎怀孕 他都需要有就是母鼠体内的各种内分泌的激素 去协调 那么形成了这样一种连体的鼠之后呢 等于说就是名义上是公鼠在怀孕 那其实他是用了一只母鼠体内的整一套的内 整一套的内环境 第三步呢就是要给公鼠移植一个子宫进去 第四步呢就是分别给公鼠母鼠进行一个胚胎移植 这一步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经过了这一步之后呢 公鼠就可以共享怀孕母鼠的妊娠环境 即连体的母鼠不怀孕就不行 发育成熟后就对公鼠进行剖公产 分别取出小鼠 那么纵观这一次实验 那么本质上呢 其实就是把公鼠母鼠啊 就是混合之后变成了一种 生物培养器一样的这样的过程 然后呢 把母鼠的子宫 母鼠血液微环境 母鼠的妊娠微环境 等于说都给公鼠供应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你非说是公鼠怀孕的吧 这个其实我感觉也是有点牵强 本质上应该是 其实是这个母鼠在怀孕 但是呢 他等于说把这个子宫 给远程的放到了 另一只公鼠的身上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血液循环系统 什么远程的给他供着 于是呢 这个实验最后虽然也说是成功了 但是呢 他这个是有很大的代价 第一呢 就是说 他做了46对这样的连体鼠 总共啊 要移植560多个胚胎 那么有一只公鼠 那么平均如果要怀孕 孕育一只 就是要成功 铺公铲铲出一只后代的话呢 那就要消耗四只老鼠 四只母鼠 包括缝在一起的一只 一只子宫的 还有提供胚胎分别给连体鼠的 也就是说要四只母鼠的 四条命才换来这么一次的怀孕 这个实验我是看了 我有点觉得 第一反应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匪夷所思 相信大部分人也就觉得很奇怪 这种实验在中国它能做 它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呢 第一似乎没有任何 对于包括是 妇科也好产科也好 就是关于临床方面 似乎没有任何的使用的价值 那么如果说是要把男人进行怀孕的话呢 那你说要怀孕一个男人要消耗四个女人 对吧 然后还要产生一个连体人 这种事情 自似乎也只有在科幻小说当中 甚至是恐怖小说当中才能出出 才能出现的这样一种情节 那么 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后来呢 我终于想到了一点 就是说公鼠怀孕这件事情 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它这篇文章很有可能是能够发一发国外的英文的杂志 甚至是呢 可以有办法去发一些比较大的杂志 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这样一篇文章最大的好处 它就是错重了 就是美国左派的这个女权主义的一个思潮 因为呀 现在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这个左派势力 那么进一步的巩固了他们对学术界的统治权 那么各家这个期刊 当然也不是瞎了眼了 对不对 那么肯定是会对这个有助于左派思潮的各种各样科学的这种进展 那么要进行尽量的偏向的一些报道和刊登 那么典型的呢 就是说这个让公鼠怀孕 就体现了这个伟大的女权主义 换句话说呢 就是凭什么只有女人能怀孕 他男人他也得怀孕 那就要一切就要先从老鼠的实验开始做起 那么老鼠这个实验成功了 那么我们就先不管这个实验是怎样成功 但是就是老鼠的这个实验成功了 就表达出了一种姿态 就是表达出了一种这个拥护 男女平权 甚至男女互换 这个身体互换等等等等 怎么样怎么样 随他们怎么说 总之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政治正确 非常的像 那么这样呢 我就觉得呢 就是国内的这些 现在的这些学者 其实脑子也是非常 非常灵的 就是说他们 因为在国内呢 就是说所有发的论文啊 他都不是为了真正要研究一个什么东西 他是把发论文 作为一种 他们真正终极的追求 就是说他是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 不是为了发论文背后的真正要研究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那当然中国啊 这个中国人就是脑子特别的聪明 那么眼看着这个 这样一篇符合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这样一篇论文 那么这个能够捞一篇比较好的杂志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这篇论文如果发成功的话呢 以后这个团队可以多做做这样的实验 你看你老鼠成功了 那么你将来换一种动物 对吧 他等于说已经可以把这种实验已经形成一个程序 他可以批量的进行这样的实验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科研团队啊 将来不论招几个博士生 那么就不愁 没有文章法 没有课题呢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学术界非常聪明的一篇文章 可见啊 现在这个中国学术界这个是已经 对想论文已经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癫狂的一种程度 从这篇报道当中就可以深入的 看得出来 那么我们也将进一步看一下 就是这篇文章后来会发到一个怎么样的高度 会达到一个怎么样的高度 就是中国人在女权主义政治正确的道路上 能够走到多远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